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的眼神 能不能稍微地深情一丢丢 其实我是找你有点事 何事 御史大人 想见我吗 拜托你跟我继续假装未婚夫妻 我们说好一起音符发远明 怎么又跑出来个御史大人 对付万远明是权宜之计 这事捅到御史大人面前了 要是露宪的话可是细菌之罪 你就说我不在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你帮个忙吗 求求你了 你不要见死不救啊 你 你要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满足你 尽量满足你 我喜欢吃什么 不知道 我喜欢做什么 不清楚 你是何时爱上我的 没爱过 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能不能走点心啊 你要把我当成真正的御史大人来回答问题 你确定那御史大人跟你一样笨吗 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 这叫防患于未然 这叫防患于未然 那你的眼神 能不能稍微的深情一丢丢 这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小姐 她明天要是露馅了 咱们第一枚 可就完了呀 我保证 我保证 今天晚上我会让你做到 你的眼里 只有我 小姐 我们真的挺不住了 小小姐你发过我了 我旁边这位都要没有油了 你和红豆去睡吧 事儿交给我 我一定要熬到她眼里有感情为止 快时快到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去睡觉了 成不成功 在于你 你为什么眼里一点情意都没有 不许总 我 我和你想了这一大晚上的 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共情的感觉 没有 那 换上 穿一样的颜色 显得我们更像情侣 我不穿女子的衣服 什么眼神 这是男装 那也不穿 你 主燕 安妍 瞧瞧这金如磐石的小熊堂 还有这绝世无双的美颜 这区区一件衣服 是掩盖不了你文然天成的王者旗帜的 虽然说你说的都是事实吧 嗯 但那我也不知道 嗯 好说好商量 你不听是吧 看来 你还是没能领会我昨天晚上的意思 来 躺我边上 咱俩再深入地 详细地聊一聊 培养培养感情 你躺在我床上培养什么感情啊 我不躺这儿躺哪儿啊 咱俩就像昨天晚上一样 就盯一炷香的时间行吗 来 你是个女子 可以注意注意分寸吗 你还是个男子呢 还说话不算话 昨天晚上已经口口声声答应我了 今天就因为一件衣服 就反悔 办事也太不搭气了吧 好 干吗 我换衣服 出去 我帮你 你 等等等等等 我出去 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 你错了错了 上官掌柜 被姻缘之事以身作则 很不错 看你年纪轻轻 应该还没有许配人家吧 回大人 小女已有婚配 这 就是我的未婚夫 好 你介不介意换一个 嗯 说什么 说的啊 什么 你有证实的啊 本官是问你 介不介意换一个思路 解决姻缘问题 其实 我是想问 姻缘大会成果如何 小女惭愧 为促成几对 上官掌柜 有心为大家奔波 脾性可加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必惭愧 嗯 你脸上有脏东西 你 你干吗 你干吗 大人 这是 我搜集的城里是问男女的名单 大人 你要不要看你 这种小事 一会儿再说 这还是小事 难道 那日在公堂上 他假意拉了 现在要和我算旧账 我记得 你爱吃糖 就特意从京城带了很多 都是给你的 尝尝 糟了 连我爱吃糖都查得出来 这人太不简单了 尝尝 谢谢大人 好吃吗 好吃 京城的糖 当然好吃 京城的糖再好吃 也没有月亮成的好吃 这去又是什么意思 它怎么固弄喧虚的 你知道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吗 第一个 是小时候 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没事吧 没事 大人 您什么意思呀 你难道 认不出我了 是我名女眼珠 上官姑娘 你还记得 这张糖纸吗 这个 有点眼熟 这个 是十年前你给我的 大人 你也在岳阳城住过呀 对啊 住过 所以现在 你应该想起我是谁了吧 你是城东棉花掌握的小儿子 不是 你是城北卖粮食的小儿子 不是 那你是儿子 这块糖是你给我的 你不记得了吗 你是我爹的儿子呀 你记不记得 当时外祖父打我的手心 还是你来安慰我的 你外祖父是谁呀 当时住在城东区 新柳县那边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他一个女儿嫁给了皇帝 一个女儿嫁给了丞相 一个女儿嫁给了丞相 那你是谁呀